很多人都會以Smoothies當早餐 的確真的很好吃又方便 甚至網上有流傳到可以達至瘦身的功效 首先我會跟大家說一下Smoothies是什麼 主要就是將所有健康的食物混合在一起 例如水果、蔬菜、堅果、種子、牛奶或奶淚製品 打碎變成一杯然後就當一頓吃 常見的Smoothies會加入不同類型的水果 例如香蕉、蘋果都有豐富的水溶性纖維 而蔬菜類的話我們都會多見到乳衣甘藍 菠菜、芹菜或紅菜頭等等 另外有時都會見到一些健康的脂肪食材 例如牛油果、杏仁、阿麻子、旗亞子 亦都可以幫助補充身體所需的脂溶性物分明 另外我們都會見到一些奶淚製品 例如希臘乳酪、豆漿、牛奶 就可以增加了整個Smoothies的蛋白質含量 令到飽足感更加大 要決定Smoothies健不健康 其實某程度上都取決於裡面的成分 一般來說最好我們都要有適量的碳水化合物 纖維、蛋白質和健康的脂肪 記住我們都要留意有沒有添加糖 其實我們每人每天建議的食物分 大概是兩份水果和三份蔬菜 所以我們都要特別留意不要加太多水果 如果不然果糖攝取就太多了 Smoothies很簡單又方便 對於都市人來說 其實很多時候都出街又買外買 很難吃到很多蔬菜 所以含有蔬菜的Smoothies 的確是可以增加到纖維攝取 但同時水果也含有很高的果糖 所以我們如果喝得太多Smoothies的時候 間接都會增加了果糖的攝取 就會容易引致多肥胖的情況 我們都不建議將Smoothies當作正餐 因為我們身體需要 碳水化合物、蛋白質、維他命、脂肪、礦物質等營養素 很多時候的Smoothies或蔬果汁 裡面只有蔬果 主要的成分可能是碳水化合物和纖維 但當中它的蛋白質和優質脂肪含量會比較少 亦都會令到我們有營養不均衡的情況 長期來說都會令到身體缺乏了營養素 而且長期飲用蔬果汁很難提供滿足感給我們 甚至乎可能令到我們更想吃其他食物 我都會建議平日大家可以沿過蘋果或水果吃 其實比較好 因為我們吃的時候 經過口腔咀嚼 然後才吞的時候 亦都會傳出一個訊號給腦袋 然後讓我們知道在做什麼 亦都有了一個延長在保覆的感覺 這樣就更加有效去控制體重 蛋白粉主要是一些高濃度的蛋白質食物 其實一般來說蛋白粉主要的成分是在一些天然的食物 例如牛奶、肉類、豆類裡面 去提出一些蛋白質出來的 但市面上亦有很多蛋白粉經過加工 而且添加了很多糖分 而牛奶的話 可以為我們身體提供了蛋白質、鈣質、維他命 而且牛奶飲品亦很多時候會額外補充了一些維他命或礦物質 所以蛋白質其實都不能完全取代到鮮奶 我都會建議大家可以喝一杯鮮奶 然後再加一隻雞蛋 就可以攝取豬油的蛋白質 我會推介一款Smothies給大家 就是牛油果青瓜菠菜Smoothies 材料會有一杯青瓜 一杯新鮮菠菜葉 一條香蕉 幾片薑 四分之一銀糖果 半杯梅糖 杏仁奶 三分之一杯希臘乳酪